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My current skincare routine 也就是我 近期 就是护肤品的一些程序 嗯 我是非常难 就是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的护肤程序 经常会变 但是我最近觉得自己的肤质呢 真的有很好 然后我也非常满意 就是我现在 skincare routine里面 所有包括的 呃成分就是我想要的成分 它都在里边了 那就趁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呀我现在用的一些 产品順便和大家 聊一下就是说 你在选择护肤产品 的时候嗯 你的thought process 你就是大概要怎样去选一个 适合自己的 呃就是 成分的一个列表 这样子吧 那我就是以我的个人经历 呃做为例子 所以看一下 让大家就是 呃知道 选东西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嗯 嗯 接下来 嗯 对了 然后呢这些护肤品呢 不包括面膜 然后不包括面油 嗯 也不包括就是一些 我平时可能会 一个星期只用一两次 或者是 嗯 偶尔需要的 比如说痘痘产品 这些都不包括在里面 只是我每一天都 呃有用到的 或者是非常定期用的一些产品 好啊那赶紧 那废话少说 我们就开始吧 呃先从早上呢 开始说好了 就是 my day skin care routine during the day 早上起来 一般的话呢 我都是用清水系列 或者是用一个 呃 无泡沫的 清洁 清洁 产品系列 那我最近还没有找到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呃 找成清洁产品 因为我之前用的那个 Cidafil的 他们家改成分了 改了之后我就不喜欢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 呃 Floir的 Day cleanser 也就是我买那个 洗脸仪的时候 他送的 白天用的 呃 里面的主打成分啊等等 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他有很多 呃什么yogurt啊 福寿菊啊 就是天然的成分 但是我看他网站上面说呢 他里面有sulfi 也就是清洁剂 那我就是特别不喜欢 那个成分 所以就很纠结 嗯 于是呢 平时我是不会用 就真的是起床满脸 揉光的时候 我才会用这个 呃 我还会再多做一些功课 看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成分 因为他包装上面写他98% 还是96% 都是天然成分 所以我非常纠结 这个解面产品 呃 洗完脸之后呢 我基本上是不用所谓的爽肤水的 呃 除非我是呃 用那个洗面奶 里面有sulfi的话 我就会用爽肤水 爽肤水呢 我忘了拿了 反正大概就是呃 喷一下或者是呃 用花水喷一下 或者是用我男朋友的那个 CALS加的爽肤水 大概敷一下就好了 呃 但其实如果你不用爽肤水 也是ok的 特别是像我的下一步精华呢 是一个含酸的 就是含acid的 呃 一个精华 这个是 呃 这个是 Drunk Elephant家的 C-Firma Day Serum 里面是含有呃 维他命C 然后含有呃 呃 维他命D 然后还含有呃 呃 玻尿酸等等等等 这些 那我选择维他命C 作为白天的精华呢 是有原因的 首先 呃 你要选白 维他命C 白天用的话 那个维他命C 一定是要 稳定的维他命C 也就是它必须得 不是那个Photosensitive 它不能对光敏感 那一个好的维他命C呢 它不仅不会对光敏感 它能在你的皮肤 待上20小时以上 这一款维他命C精华呢 它上面是写是能在皮肤内 可以待到72个小时 白天用维他命C的好处就是 你白天才一天到晚在外面 然后在太阳底下呀 或者是在呃 就是在 outside environment 就会有比较多的pollution啊 stress 你的呃 皮肤会受到更加多的伤害 用一款维他命C抗氧化的精华呢 呃就可以保护你的皮肤 一整天抗氧化 所以很多呃 很多人就是维他命C都是网上用 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款好的 白天用的维他命C精华 其实是最棒的 呃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为什么 接下来是一个呃 Clearis的瘦脸精华 也是白天用 这个我也不会每天用 就有时候晚上可能喝了太多的水啊 或者是茶之类的 第二天起来就有浮肿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去按摩一下 呃 让早上就是不会 就让浮肿不会这么明显 所以这个也是白天的精华 呃 精华完之后呢 就是眼霜 呃 我用的眼霜这款是Clinik的 Smart Custom Repair Eye Treatment 呃 我挺喜欢这个配方的 而且 说实话 眼霜这个东西嘛 你用了看不出效果 呃 你用了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 呃 你不用的话就 一定能看到不好的效果 所以我就选了一款就是 呃 多功能的 我看他评价也还不错 而且我喜欢他这种真空式的包装 这样我就不会用手沾上去 就是 就是 无功不过但用了很开心 然后很安心 呃 说实话 真的就是眼霜 就是你就是要用就对了 哦 对 我用他 我白天用他的 呃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的那个质地是 比较silky 比较轻的 比较轻薄的 那这样的话我 呃 上妆就比较容易 如果你白天早上起来用那种很厚很creamy的那个眼霜的话呢 你呃 上妆呢可能就会塌粉 所以早上的眼霜用的会质地要轻薄 好 好 眼霜完之后呢 我就会上面霜 呃 我早上的整体 就是概念 护肤的概念就是 抗氧化 然后补水保湿 那我 呃 我的精华已经是抗氧化和紧致了 就是维他命C的那款 那保湿补水工作呢 我就交给我的面霜 呃 我现在用的是 Lamere家的Soft Cream 他们家面霜用完之后 真的就是一整天 皮肤都水嫩嫩的 呃 很多人都知道我现在是给他们家做事情了 我那天去上完课之后 我当时是以一种就觉得 嗯 我可能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吧 可是我去上完课之后呢 我真的对Lamere有一种感光 就是呃 对他有更加深的认识 如果大家对Lamere有兴趣的话 拜托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可以做一个整体的视频 就是专门解释这个牌子的 所以呃 面霜工作就是不睡保湿 之后呢 呃 我就上CC了 我现在用的是 Lamere家的那个 呃 CC粉铺 我只有他 我没有那个外包装壳 然后我用的颜色是250 这个是呃 当初公司给的 呃 我一直放了 我觉得好吧 我对Lamere家的东西一直都是不感兴趣 就觉得香水又很多 然后添加又添加物有很多 但是那天我真的需要一款CC 家里没有了我就拿来用 就发现它还蛮好用的 嗯 补水的 补水保湿感觉很棒 然后遮盖力呢 也非常的好 嗯 也不会有厚重 最主要的是它不会在我脸上面氧化 可能是因为我皮肤属于偏酸性 呃 我用很多那个foundation啊 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会放黄 然后放暗 嗯 哦 这也是我为什么白天要用维他命C的原因 如果你白天要维他命C呢 你的粉底呢 就不那么容易被氧化 你甚至可以用维他命C油和你的粉底混在一起 也是一种防止粉底氧化的原因 所以这一款我还 呃 那说回 说回来控CC这个 嗯 我觉得还还不错的 蛮出乎我意料的 那接 好 接下来就是说 呃 晚上的那个 Skin Care Routine 一般回到家之后呢 我会先用 一个卸妆油去卸妆 这个是Bosha的Make Up Break Up 还蛮好用的 又很便宜 在20多块钱 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用完油性的结练产品之后呢 我就会用洗脸皮去做正常的洁面 我现在洁面产品 网上的有两个 一个是Fresh家的Soi Cleanser 另外一个是Sunday Ready家的Ceramide Slip Ceramide Slip 还有怎样 这款非常的强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精油 然后里面有法国绿泥 还有那个Blood Piper 能让你促进那个脸部的血液循环等等 如果我觉得我的毛孔有那种堵塞的现象 就我觉得Congested 我就会用这一款去清洁我的皮肤 那一般情况下来说 我觉得皮肤很OK的情况下来说 我就会用Fresh家的Soi Facial Cleanser 好洗完脸之后呢 我就会 如果我需要爽肤水的话 我就会喷一下 不需要 大多数来讲 爽肤水对我来说 并不是那么必须品吧 但是我 因为我知道 我洗完脸之后 我还会再用一个偏酸性的产品 那就是 Dr. Dennis Dr. Dennis Gross家的这个 A酸 B酸的小片片 这个我已经讲过五十次了 我就不要说了 所以大概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爽肤水呢 是因为你洗完脸之后 你皮肤的PH值会上升 爽肤水是让它PH值降下来的 因为你皮肤本身的PH值呢 是偏酸性的 那我白天跟晚上 洗完脸之后呢 都会用一个偏酸性的产品 所以爽肤水对我个人来说 并不是特别重要 加上我会特别注意 我的洗面奶里面 不会有Sophia这个成分 好 用完霜之后 也就去完脚子之后呢 我用的精华 现在是K Summerville家的 Age Arrest 是一款比较温和的精华 它里面有一个technology 我忘记叫做什么了 但它主要是repair 那个skin cell中间的那个link 你圆越老 那个link 就会拉得越长 然后最后就会断裂 它就会修复 帮你修复这个link 具体有没有看到很大的效果 我也没有 它属于预防型的 并不属于correcting serum 我觉得它比较属于那个 preventing prevent aging type of serum 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么温和的精华呢 那是因为我的晚霜还蛮强的 我现在的晚霜用的是那个 Polistrace Resist Burial Repair Moisturizer 哇好长的名字 我把所有产品的那个名字和链接 我能找到的 我都会放在那个新西兰里面 这款是那个中文好像叫做保拉的选择吧 他们家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面霜 里面是含有A唇 他们家的东西呢都比较干净 而且成分表呢都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它在那个化学名的后边都会告诉你 听这是干嘛的 或者是这个就是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叫什么这样子 里面含有A唇的话呢 就让我的皮肤细胞代谢加快 是一款非常有效的抗老成分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保湿的成分 比如说像Shay Butter 也就是鲁木果汁呀 然后里面还有Squallet 也就是角莎西也是保湿的 还有绿茶 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体 反正是一款不错的 如果你是过了30岁之后呢 我还蛮推荐你用一款 还有A唇的产品 这个的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看看 这个之前我的A唇产品是这一款 也就是Dr. Dennis家的一个A唇的精华 这一款精华呢可以早晚用 因为一般来说A唇只能马上用 而且用完之后呢一定一定一定要用防晒 那这款就是我的晚间面霜 这款只能马上用 另一款可以早晚用 最后一个就是我晚上用的眼霜 是Algenis家的Genius 看起来非常厚重 但其实摸上去是有那一种海绵的感觉 我很难解释他们家这个系列东西的那个质地 看起来是非常厚重的 但其实摸上去是水水的 我唯一不喜欢它的 我就希望它是在一个就是这样的真空包装里面 因为大口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被氧化掉 你大概一两个月用不完的话 里面的那个抗氧化成分基本上都死光光了 OK啦今天就好了那这就是我所有的 Current Skin Care Product 就是我白天和晚上用的所有护肤品 那再总结和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白天我的概念就是要抗氧化补水保湿 那我的介意就是大家找一个稳定的维他命C精华或者是面霜 然后呢找一个补水保湿强的精华或是面霜 反正你就是有一个就好了 而且一定要防晒 那就是白天要做的三件事情 抗氧化补水保湿防晒 然后晚上的话呢 我的概念就是修复加强 加强那个皮肤细胞的代谢 然后正定就是修复正定保湿 那你皮肤一整天白天都很辛苦啦 受到很多伤害 那晚上一定要好好的修复 嗯 这样这两个之后就没有啦 如果你还想要看我更加多的 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喜欢的面膜呀 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头发呀 战斗产品啊 嗯 给我留言吧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拜托给我一个thumbs up Alright Bye See you next time